和阿世交往29年 凡我事业成就 阿世鞠躬甚大 在给外国人工作的时间里 杨思胜先生学会了英文口语 使得他获得了 和当时在租界的外国人交往的机会 而他特别得到了 英商公平洋行大班 阿姆尔斯的赏识 也就是前面讲的阿世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天 杨思胜在去海关上班的路上 途经现在的金陵东的外滩时 发现路边垫线杆一侧 有一只精致的皮夹 捡起一看 里面有大量的银票外壁 此时他心里想 施主一定挤坏了他 于是他便小心翼翼地将皮夹藏好 站在原地等待施主 可等到天黑也没有人来 第二天 第三天 他都继续等在那里 直到第三天的傍晚 终于等到了施主阿姆尔斯 阿姆尔斯本来是完全不抱希望的 因为世上不可能有如此诚实的人 却没想到拿到了 使而负得的皮夹 十分的感动 在日后和杨思胜的交往中 阿姆尔斯被他聪明好学 勤奋简朴的性格所打动 和杨思胜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也为他日后的青苦创业 做了重要的支撑 当时正知海外各国在上海大兴贸易 建屋开厂的外国人很多 许多人就请他去建造房屋 由于杨思胜勤奋能吃苦 诚实讲信用 事业就越做越大 到了1880年 他创设了近代中国建筑史上 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营造厂 杨瑞泰营造厂